云工们仔细检查茶叶 衬粮 封装 贴标签 每一个包装环节都丝毫不马虎 要给爱茶民众最油脂的茶叶产品 且今年的入股冬季比赛茶 包装外观设计是较为年轻化 从里到外都让人爱不释手 我们今年是走比较年轻 然后比较活泼的路线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就今年有这个 有一支鹿 扬眉 吐气 这种感觉 尤其包装设有多道防伪辨识 让爱茶民众可以自行轻松把关 以免买到冒牌货 农会推广股长在此也特别向民众做说明 包装我们有这个一摸二看三翻转 也就是说当你拿到茶爱包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的流水号 这个流水号就是茶笼的编号这样子 参加茶的编号 另外就是你要摸摸看 这个有点像我们钞票有点浮水这样的浮水印 那它会有点感觉 然后再看一下三翻转 就是你跟钞票一样 你翻转的时候看到它的颜色会变稍微不一样 因为它是立体的 这是我们今年的防伪标签 今年也赶在展售会前 将茶叶中心整建完毕 新的停车场与茶叶文化馆的增设 要带给游客耳目一新的感受 农会茶叶中心这个广场 我们重新设计 重新规划设计展场 所以今年各位来的一定要看到很宽敞 那很好的动线 尤其是我们今年茶叶文化馆已经修缮完成了 所以也可以看一下茶叶文化馆里面 丰富的设施跟资讯这样的 议员许素霞肯定农会的用心 欢迎民众前来入股 支持在地油脂好茶 我们现在所有原工大家都在没用我们这个包装 最重要的我刚才说我们农会也是贫持着 避免说我们的消费者买到一些伪造的这些 劣质的这些茶叶 所以我们今年也有特别做到我们的防卫标签 这也是我们农会一直在批持的原则 我们也希望来的我们这些社会这些都可以买到我们真真真吃 我们在地的农会所基本的比赛节 这番茴标签 给社会再有更好的一个包装 也欢迎我们这些所有的行情朋友 在中卫摘三年 我们要基本103年的农会展授和颁奖典礼 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一起来采购 入股农会长期以来用心办理比赛茶 包括包装程序也不马呼 尤其今年茶叶中心的崭新面貌 展授会将让民众不需此行 议长和顺丰欢迎各地民众 于云月三日呼盆引伴来露骨 参与此次的东茶展授会 明星重新一露骨采访报道